國民黨立委汪小玲則是再報金句 汪小玲今天質詢時拿出了一張 中國秋海棠的地圖 詢問國防部長顧麗雄 承不承認這是中華民國領土 更說總統賴清德的兩岸戶不隸屬 是在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賣國賊 也讓顧麗雄尷尬回應說 難道外蒙古也在中華民國的疆雨嗎 承不承認這是我們中華民國領土 汪小玲要部長顧麗雄說明哪些範圍 是中華民國領土 但仔細看委員拿的是一張 中國秋海棠地圖 讓顧麗雄也看傻眼 我只能夠跟委員說 如果要照您這樣講的話 那外蒙古也是在 中華民國的角度 中華民國現在在台澎金馬 已經落地生根 大陸地區就是中華民國的領土 請您作為國防部部長 不要忘記這麼重要的法律的意涵 委員不死心繼續追問 賴清德強調中華民國 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 是不是在自我矮化 是不是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本席以為賴清德總統 他才是中華民國的賣國賊 達奉數都被打斷 顧麗雄只能露出尷尬笑容 質詢結束 趙薇也扔不住迴酸 這個不承認去中華人民共和國 好像還是要過他們海關 文委員羽出驚人 早已不是第一次 質詢他是個上對象 是 我沒有請您回答 我們已經包容你們太久 就是比你的怎麼樣 不知 怒槓前隔壁陳建仁一戰成名 日前又因不滿綠營討論法案 怒嗆惹議 我想林這回再拿中國秋海棠地圖 舍戰顧麗雄 同樣金句連發 接下來為綜合報道